这个鬼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栽在刀削面的手里 这不鬼子想吃刀削面 定然抓来面馆师傅来给他们做面条 如一看大哥投顶面团 在鬼子的泡楼里表演自己做刀削面的功夫 坐一边去看我表演 这件刺刀一次次削过面团 面条一根根飞出 这精湛的手法把鬼子都看呆了 突然一个鬼子阻止大哥 然后拍了拍自己的绿脑壳 表示让我来试试 谁知道小鬼子的手笨得跟猪蹄一样 一根都没削出来 只好让大哥在自己头上表演 这真是乌龟半走多憋不住笑了 大哥正愁没办法把鬼子宰了呢 谁知鬼子自己可送上了门 大哥手拿刺刀对着小鬼子的脑壳一顿狂笑 小鬼子觉得不够刺激 竟然又给大哥拿了一把刺刀 这鬼子的脑会露真是神仙放屁不通凡响 随着面条一根根落下 鬼子正看得起劲呢 大哥施展的空刀术 一根面条精准命中旁边的碗筷 趁着鬼子弯腰剪筷子 大哥瞬间解决面前的鬼子 随后一刀把弯腰鬼子送上了西天 哪知最后一个鬼子还挺顽强 被捅了两刀 还不原地去世 伸着自己的小端腿 想把饭丸打翻吸引队长支援 好在大哥的两米大长腿不是摆设 直接一身腿接住饭丸 成功化解危机 大哥好好的 为什么要杀鬼子呢 原来大哥的另一重身份是新四军战士 被鬼子抓来后发现自己的兄弟雷十三和小便也被抓到了这里 于是大哥给人策划要炸掉鬼子瞭望他 顺便把鬼子少佐干掉 大哥干掉炮楼上的鬼子后 接管了鬼子的加特林机枪 另一边雷十三去给鬼子少佐送鱼 随之少佐竟然从鱼肚子里吃出一把刀 正在雷十三手足无措时 看见大哥已经接管炮楼 于是忽悠少佐 这是一个电弧 随即拿刀刺向少佐行窝 鬼子闻声前来帮助 强行逼动雷十三 雷十三还是个黄花小憨子呢 一记佛山无鹰角 把鬼子直接劝退 少佐还想打电话求助 雷十三一招隔山打牛 把少佐撞飞二里地 然后把电话线连根拔起 此时少佐竟然不将我德 拿出小手枪向雷十三射击 雷十三也不是吃素的 随手把少佐的手枪打飞 少佐顺势一记野猪冲锋 把雷十三撞到墙上 雷十三也不惯着他 手中刺刀狂捅少佐 这时外面的鬼子 拿枪向雷十三通来 还好大克在制高点 手持加特林 对着下面的鬼子扫射 帮雷十三解了围 鬼子听见机枪声 纷纷掉转天口对准大克 所谓机枪在手天下无有 鸡翔在大克手中 好似如虎天翼 鬼子跟葫芦娃就严严一样 一个一个送上门来 八个人头拿得手软 手中的机枪更是一秒都没闲着 把鬼子一个个都打成筛子 另一边小便用尽 带到汉奸唐二狗 在战友的帮助下 成功从唐二狗身上 拿到了牢门的钥匙 小便连忙把牢门打开 谁知道二狗竟然逃脱 小便只能拿钥匙扔给战友 最后独自引开二狗 二狗随手捡起一把长枪 跟着小便跑到仓库 小便可是在此等候他多时了 二狗还在那无能狂奋 小便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用篮子套住二狗 想把他的枪下了 怎料二狗虽然脑子不健全 力气还挺大 小便被二狗一脚踹飞 然后慌乱中摸到一把锄头 起身屁向憨憨二狗 随身二狗一技优雅转身 锄头惊对无误 映入二狗的主题 齿痛的二狗一拳打对小便 最后把小便压在身下 哦吼 难道要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便一技龙生脚 把二狗踹到后面的杂物堆 二狗这两天顾起水腻 竟然被杂物换穿熏堂 一命呜呼 大个此时杀得正嗨呢 谁知鬼子竟然掏出 老六秘制小手雷 把自己的炮楼给炸了 还好大个跑得快 差点就着了鬼子的道 大个从炮楼里窜出 对着鬼子就是一顿手榴弹伺候 被小便放出来的战俘们 此时也加入了 对抗鬼子的队伍中 奈何廖望塔的鬼子火力太猛 把战俘打得死伤一片 大个开枪向廖望塔的鬼子射气 谁知背后竟然有个小鬼子想搞偷袭 好在被小便发现 顺手拎起大锤 小便是深得尼古拉斯赵斯的真传 接连几锤就把鬼子送上了西天 另一边被邵左扔到地上的雷十三 摸到一把羹笔 随即插进邵左脖颈 送他回了岛国老家 雷十三看着自己的战友被射杀 马上收起鬼子身上的手雷 让大个掩护自己 随后朝着廖望塔冲去 随之被鬼子一枪打中后背倒了下去 大个遗憾自己兄弟中弹 也不再藏着掖掙 开启技能无敌精神 迎着鬼子的炮火就冲上前去 不伤的雷十三拼紧力气 捡起散落的手雷 爬向鬼子廖望塔 拉掉引线后 把手雷一股脑的扔进鬼子的廖望塔 伴随着一阵阵的轰鸣声 廖望塔瞬间支离破碎 鬼子也被全部炸死 雷十三拖着受伤的身体 跑到铁栅栏前 凭借一举之力 把500斤的栅栏抬离地面 战俘们见此行刑 马上朝外冲去 直到最后一人跑出 哥仨这才忙的把栅栏扔下 逃出战俘赢的三人 竟然战身为王 收了一帮小弟 当起了土匪 不过他们也是有报复的土匪 以赴咱哥仨 就做打鬼子的土匪了 不过没钱没钱 怎么打鬼子呢 碰巧四个的小弟二愣子 有个拐弯抹角的亲戚 大聪明 在鬼子的治安队组队长 雷十三卑装成商人 和大聪明做起了生意 这一来二去的 又有二愣子在中间掺和 很快就和大聪明搞好了关系 雷十三一看实际成熟 摆下宴席 宴请大聪明 雷十三和二愣子配合默契 治安队的人 没一会儿就被两人棍趴下 随其让兄弟们 换上他们的衣服 拿上他们的枪 把屋里能搬的都搬走 众人正干得起劲呢 在门口放风的小便 发现二里地板 一对鬼子正朝这边走来 众人连忙就想翻墙逃跑 谁知道鬼子跑得比包都盆还快 众人还没跑出去呢 鬼子就扩门而入 大战一触即发 雷十三看准时机率先出手 用裤腰带勒住鬼子军困 随后兄弟们一拥而上 巡殴小鬼子 看这个鬼子被打得多惨 雷十三马上就要把鬼子勒死 咱俩这时候一个小弟手挡 枪就然走火了 雷十三知道 枪手会引来父亲的鬼子 下令让兄弟们带着子弹和枪赶紧跑 鬼子听到枪声 立即派出一个中队追击 面对鬼子的追捕 雷十三只能带着兄弟们跑进山里 鬼子的大规模行动 被新四军的侦察员发现 于是司令派兵去山上埋伏鬼子 这吧新四军战士刚刚埋伏好 雷十三就带着兄弟们闯进了包围圈 还好 新四军看出他们是被鬼子追杀 于是吊软枪口 对中鬼子 把鬼子打得四散而逃 逃跑的雷十三听见猛烈的枪声 小的是有人帮了他们 于是带着自己的兄弟 在出山口处埋伏 阻止侥幸逃跑的鬼子 说时迟那时快 被新四军打惨的小鬼子 已经跑到了出山口 鬼子们刚一露头 雷十三果断下令开枪 子弹像不要钱一样打向鬼子 把小鬼子都打成了马蜂窝 后方的小鬼子被打怕了 跪在地上大喊投降 雷十三这次阴差阳错的帮助新四军 歼灭了众多鬼子 获得了长官的赏识 最近给他安排了一个 去埋伏鬼子军官的任务 转眼雷十三化身西北推广 在鬼子军官的必经之路上 进行阻拦 一看鬼子开车临近 雷十三连忙迎向前去 操持一口流利的闪北话 和鬼子无障碍的交流了起来 雷十三让鬼子跟毛鲜 一起帮他拉车 这鬼子还不是抬去 竟敢举枪对着雷十三 雷十三也不惯着他 一把夺过鬼子长枪 把小鬼子送上西天 随即埋伏在草卧里的新四军 也一起开枪 把鬼子的汽车都快打暴飞了 谁知道鬼子竟然还有幸存者 趁新四军不备开车逃离 新四军连忙向前追赶 雷十三一马当先 冲到鬼子前面 一枪打飞鬼子手臂 直通的鬼子想开车撞向雷十三 雷十三临危不惧 又是一枪 把鬼子另一条手臂打穿 汽车失去了控制 一头撞向大树 鬼子随之一命呜呼 雷十三完成任务后 回几地向长官赴命 直至长官这时 又给他抛出一个艰巨的任务 让雷十三顶替这名死去的鬼子军官 打入鬼子内部窃取情报 雷十三自然是一不容辞 随后就伪装成鬼子 跑到鬼子司令部就职 怎料鬼子的搜查还挺严格 发现雷十三的资料中 少了一份体检表 非得要求雷十三去医院再体检一次 但雷十三前一段时间受过枪伤 害怕鬼子发现会起疑心 于是他偷偷外出 找到新死军的联络员商量对策 雷十三提出配合鬼子 如果被鬼子发现就抓紧撤出 第二天鬼子带着雷十三去检查 联络员也偷偷跟着他们 体检是雷十三受的枪伤 果然引起鬼子怀疑 直至联络员害怕雷十三暴露 在回去的路上开枪把鬼子给射杀了 两个小鬼子听到动静 连忙朝联络员跑去 联络员双拳南极四手 艰难射杀一个鬼子后 被另一个鬼子一枪打中手臂 转身藏进了枪子里 只是雷十三赶来 一枪射杀剩余鬼子 想救联络员出去 我要把你救出去 怎料鬼子已经找到他们 无奈联络员只能牺牲自己 来换取鬼子对雷十三的信任 站稳脚跟的雷十三 练着法的打探情况 雷十三在小鬼子中村口中的指 鬼子近期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到此地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路线和时间 于是雷十三申请让总部配合自己 对自己推测出的路线进行迫害 然后自己观察鬼子大佐的反应 推测鬼子的具体行动路线 果然雷十三的计谋生效 成功从鬼子大佐那得到了评报 应当这一评报汇报给了新四军 新四军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 鬼子刚一漏头 新四军拉下埋好的地雷 把鬼子瞬间炸得找不找尾 然后用机枪疯狂扫射 在机枪疯狂的输出下 鬼子被打的那叫一个惨 一个个都被打成了马蜂窝 直到这群鬼子竟然还带着榴弹炮 给我们战士们疯狂打扣 看着富裕反抗的小鬼子们 战士们也不客气了 开着鬼子的卡车 玩起来狭盗飞车 直挺挺的冲进了鬼子炮阵中 把他们全部送上了西天 骨子被抢的鬼子勃然大漠 这次的失误可能导致 鬼子进攻涌季城受到影响 为了安抚大佐的情绪 雷十三代他一起去西园理听戏 并趁机灌醉鬼子大佐 从其身上偷到保险柜的钥匙 随即带着手电筒和一台小枪机 潜入大佐办公室 同工找到鬼子进攻涌季城的计划 并将其拍了下来 随后将情报传给新四军总部 总部立即制定拖展计划 战斗以一处击发 而小鬼子对于此次行动格外争执 竟然用战斗机在天上投放炸弹 还用机枪朝战士们射击 一时间战场宛如人间炼狱 战士们无奈只能四处闪躲 奋力抵抗鬼子的进攻 而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新四军的战士们竟然坚持了六天之久 正是这股顽强不屈的意志 激励着我们在岁月中故众前行 鬼子大佐看着九宫卫下的战场 派出鬼子的赶死队进入 是要冲破新四军的防线 我们的新四军战士们 面对着跟蝗虫一样的鬼子没有害怕 奋力抵抗顶住了鬼子的进攻 给鬼子也造成了巨大伤亡 就在鬼子撤退时 竟然抓走了一些士兵 逼问新四军的战力部署 可小鬼子也太小看我们的战士了 一番拷问下来 什么也没问出来 只能兴兴离去 大佐回到指挥部 向司令部汇报战况 竟还想着要鬼子派兵支援 谁是司令部告知大佐 有个汉奸发现一条小路 可以直打新四军的后方 对其形成褒夹之势 大佐立即让司令部 把这个汉奸送来 雷十三在一旁听得心急如焚 随其以自己不舒服为由 偷偷跑到关押战俘的地方 怎料鬼子已经抢先一过 把战俘带到后山处里 又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雷十三赶到现场 说自己也想过不收银 随其走上前去 一把拽负战俘 让他面对着自己 雷十三在心里计算好距离 对着战俘猛然开枪 战俘倒入山河里 雷十三为了不让鬼子怀疑 右向下连开竖枪 这才骗过鬼子 等鬼子走后 雷十三又折了回来 找到刚刚的战俘 向他表明身份 随即告诉他 鬼子发现一条小路 可以绕到新四军的阵地后方 让他赶紧回去 向总部传递信息 战俘一路躲躲藏藏 成功躲过了鬼子 跑回阵地 向总部汇报了情况 哪知小鬼子竟然连夜行动 呼吸到了小王庄 鬼子换上新四军的军装 进攻小王庄 把驻守的战士们残忍杀汗 然后长距直路 绕到了新四军后方 鬼子截后夹击 新四军战士们奋力抵抗 最后还是不敌 让鬼子成功占领永济城 只是鬼子的真正目点 不是永济城 而是在永济城后方的封铭部 只要占领封铭部 鬼子就能切断新四军的支援 好在新四军的团长陈妍 戴英镇守在最后一道防线 阻挡住了鬼子的进攻 另一半 雷十三在四军部和鬼子闲聊时 又趁机打仗停泡 中天无意中透露 鬼子近期 会有一次较大的军事活动 目标直至黄河的两大渡口 雷十三把这个情报记在心中 等到晚上又前入大佐办公室 在保险队中 找到了此次军事活动的计划 并且用小相机拍了下来 火速前往联络站传递信息 鬼子为了尽快打下韩信镇 新派出轰炸机进攻我方阵地 然后派出鬼子闯进阵地 战士们和鬼子展开了激烈阵地 同步派兵前去志愿 不料半路被鬼子偷袭 无法及时赶来 雷十三集中生日 用刀子划破自己的手掌 趁机留出鬼子指挥部 脱掉自己的军状 扭头冲向战壕 顶着炮火和枪连弹雨 历尽千辛万果 终于到达新死军的阵地 雷十三向新死军大喊 新死军听到雷十三的话 立即带着雷十三去见长官 雷十三将自己知道的鬼子兵力部署 一股脑地告诉了长官 希望他们可以听取自己的意见 从鬼子最薄弱的地方后尾 竟然还有个士兵不相信雷十三 雷十三报完信 又横转战场 跑回鬼子阵地 怎料被两个巡查的鬼子发现 雷十三掏出自己的士官证给他们看 谁知鬼子竟不依不饶 让雷十三跟他们回去调查 雷十三能惯着他们吗 捡起一块板砖 趁鬼子不注意 把他们俩抡倒在地 然后捡起掉落的刺刀 一刀捅进鬼子胸膛 转身对付另一个鬼子 被捅鬼子还挺顽强 被刺一刀竟然还跑去叫人 雷十三光速解决鬼子 追上逃跑的鬼子 眼看鬼子马上就得逞了 结果雷十三一个飞扑 将其扑倒在地 鬼子还想大叫引起注意 但被雷十三死死捂住嘴 勒死了过去 雷十三冒死送出的情报 能帮助新死军突围吗 新死军又会和鬼子展开 怎样的激烈战动呢 剧情不迷路 点点小关注 我是华子 我们下集再见